为什么拿旅游签的人会要去转工签呢 那是政府又是基于什么样一个情况下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新政策出来呢 丽莎 对 就是大家最近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拿旅游签的这个临时居民 是不是可以直接申请工作签证 那这个话题呢特别的热门 那首先我们说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这么关心 为什么要拿工签 那这个政策是怎么来的呢 那其实是在8月24号的时候呢 联邦移民局公布了这个新的政策 就是说由于目前加安大境内劳动力短缺 因为自从3月26号疫情开始 就是加安大实行旅行限制 海外的这个工作人员劳工是无法入境加安大的 那么留在本地的临时居民呢 又无法离开加安大 那就是说雇主这面临着 无法招到这个劳动力 无法招到员工的这样一个困境 所以呢其实是劳工部和移民局等政府部门统筹 这样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 就是使本地的临时居民可以直接转化为劳动力 这样呢就是才出台了这么一个 就是由旅游签转工签的这么一个政策 这个政策呢它的便利的措施呢 就是使说申请人不必离开加安大 可以在直接在境内进行这样一个工签的申请 这个就是这个政策的背景 对那其实大家都有听到是由于疫情的一个特殊情况 加拿大边境的一个限制 导致我们很多海外持有工签的这种劳工 没有办法进入加拿大进行工作 所以由于劳动市场的这个压力 政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让我们持有旅游签的这样的一些申请人 有机会直接在境内去申请到这样一个工签 那其实我们乍一听好像很简单 包括我们也看到身边很多人都觉得 旅游签转工签好像是应该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那具体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之后会请Lisa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但这里呢其实我有一个点想要问一下Lisa 就因为我们在做很多客户的过程中 当然大家都知道拿到工签 首先第一个肯定是可以在加拿大持有合法的工作许可 可以在加拿大正式的为我们的这些雇主去进行工作 那除了我们拿到工签可以工作以外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政策 包括还有一些什么样一个便利的一个条件 可以给工签的持有者呢 其实是说是这样的 我们在可以申请工签的情况下呢 是一定要拿工签的 因为工签和旅游签相比呢 它真的是有许多的福利和好处 它的身份也是更好一些 那就是说当然首先第一点就是像卡尔森提到的 它可以合法工作 那合法工作呢就可以有一个合法的收入 那这个就是说可以作为留在加拿大生活的一个 一个基本的一个需要 那第二个的话呢 其实可能很多我们就是大家不知道的一点 就是说拿工签的很多的 可以拿到很多的福利的 首先如果你是孩子在公校就读 那么可以免公校小孩子的学费 这个是最多的家长们关心的一个话题和一个福利 对 然后其次的话呢 就是说它可以买房 然后就是说工签的持有人是可以在加拿大购房的 那这点就是非常的好 现在的这个加拿大的经济环境也不错 然后就是说房地产的市场也很好 大家对作为一个投资置业的一个很好的环境 大家很多国内的申请人都选择说来加拿大买房 那有工签你可以买房了 还有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说可以买一些保险和投资类的理财产品 这个也是说作为工签的持有者 比旅游签的持有者更可以享有的一个福利一个好处 的确 对 对 其实我们现在也看到直播画面上 我们的导播也已经把我们现在能有哪些拿到工签的福利 我也请导播把这些我们的所谓的福利打在屏幕上 让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第一条就像Lisa前面讲的你持有一个有效的工签了 我们就可以合法的在加拿大工作 不管在之后你如果说要打算移民 对于你累计分数也好 对于你有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加分也好 都是非常有帮助 那第二点就像Lisa前面有提到的 我们拿到工签的好处不光是这些 还包括了我们本地的一个教育的资源 我们可以知道当你持有工签的时候 只要你的孩子在大学以下 我们说只要是公立的高中 初中小学上课都可以享受一个免费的教育 大家一定要找是一个免费的教育 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如果说大家也应该知道 对于有投资需求的这样一些 我们说海外人士来说也好 当你拿到工签之后 你合法工作一年 你在本地买的 我们说因为大家都知道 安省买房是有一个15%的海外买家税 那如果你在连续工作一年之后 你是有机会是把这个15%海外买家税给退回来的 那其实对于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大环境情况下 其实很多人都可以看到 虽然说安省这边疫情是有一些反复的情况 但是从大的环境上来说 不管是房地产市场 包括我们现在金融市场 都还是非常就疫情期间发展的还是非常不错 对通过发展 对这里要额外的提一句 就是可能之前大家很多都会忽略啊 就是我们很多留学生 拿学签的留学生 包括持有工签的人 他们其实是有机会在安省这边 去有这个机会去问政府拿福利的 就是前面丽萨有提到的买保险 虽然说我们这个保险 可能中国人听到保险就是 有一些我们国内有保险 但是其实在加拿大这边的保险 对于很多我们在这边工作也好 学习也好 这边我们的海外人士是非常有必要 那关于这一点呢 也可以大家扫我们的二维码 因为我们是有CCV的一个 就我们说金融公司 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个最适当的一个咨询 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政策利用到位 那第二个问题啊 就我们讲完了这些福利啊 其实就还是要回到之前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政府要去有这样的一个政策 旅游签转公签 丽萨前面已经回答我们了 那对于到底怎么样旅游签转成公签 是怎么样一回事 是不是真的像大家所说的 哎呀很简单 是不是我只要递交一个申请 我只要有一个 一个job offer 只要有一个录取通知书 我就能在境内把这个旅游签换成公签了呢 丽萨 对其实就是说像我们之前已经谈过的 那么旅游签转公签是不是可以无条件的转 是不是可以直接的申请 那其实在这边的话呢 我有一个就是想对这个政策稍微的做一个解读 就是首先说不是的 不是无条件的 那么就是旅游签的持有人呢 需要在有工作聘书 然后有Limia或者是Limia豁免的一个情况下 才可以在境内直接申请这个公签 那么首先我们就是说 为什么要去申请这个Limia 为什么要去申请公签 作为对于很多已经在境内的游学生来讲的话 他们是要移民的 他们是要去积累这个可以移民的工作经验的 那么很多的同学可能是说 我有毕业公签在毕业之后 但是毕业公签可能已经快过期了 那现在我需要申请Limia 然后在申请Limia的等待的过程中呢 身份转成了旅游签 然后旅游签现在的话呢 因为有一个Limia的支持 我可以直接去再去申请Limia公签 继续积累它的移民的工作经验 同时呢 Limia还可以在移民中为系统 在CRS的系统中呢 为申请人加上50分到200分 所以其实我们作为这个政策来说啊 我们回到这个政策 什么样的申请人可以享有这个旅游签转公签 首先你在递交这个申请的时候呢 在加安大要有一个合法的旅游签的身份 也就是说你不能说是旅游签已经过期了 或者是已经超过六个月了 就是如果超过六个月呢 要申请Visitor Record 一定要有一个合法的身份 这是第一点 其次的话呢 这个申请人 他要在8月24日之前入境加安大 也就是在8月24日的时候 他已经在加安大境内了 这是第二点 那第三个的话呢 是他要求有一个有效的工作聘书 就是一个job offer 我们就是说的 这个是由雇主发出来的一个合法的 让你请你工作的这样一个聘书 那第四个的话呢 就是说要求在2021年的3月31号之前 递交这个 由Limia支持的 或者是Limia豁免的 这样一个公签的申请 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呢 就是他要满足其他的临时居民 允许入境的条件 满足以上这五点的条件的申请人呢 才可以在持有旅游签的情况下 在境内直接申请公签 对 其实这边很关键 因为大家都有在问啊 我们旅游签转公签 现在其实Lisna点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我们所说的LMIA这个东西 就我们简单来说 如果你没有LMIA 就由雇主去提供的这个LMIA 这样一个批文 你是没有办法 我们这边要知道 是没有办法在境内 用旅游签的身份换成公签的 所以并不是大家所传闻的那样啊 就或者说像有一些公众号写的 哎现在旅游签可以转公签了 大家可以在旅游 大家直接开始工作了 不是这样 它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 但这边也会 之后我们会跟大家额外提一下 LMIA到底是什么 这个东西 是不是像我们听的这么神秘 是不是有没有什么一些解决的方案 但这里还有一个 因为我们在直播过程中 我看到有那个 有我们的这个在线的观众在问啊 就探亲签证 就我们所说的探亲签证 是旅游签的一种吗 探亲签证的话 其实是说如果您是拿的 十年多次往返的旅游签 那么这个就是旅游签 然后如果您拿的是超级Visa 就是说您拿的是由父母 或者是祖父母过来探望子女的 这一种超级Visa 那么其实这个就是探亲签证 我不太就是清楚您 这个这位观众啊 他提的这个问题具体是说 他拿的是超级签证 还是旅游签证 但是如果我假设您是 拿的旅游签证 十年多次往返的这种 最长一次可以停留 六个月的这种旅游签证 这种探亲签证 那么您是可以的 对大家其实要明确 因为我们中国人讲话 很多时候会翻译成中文啊 探亲签证啊旅游签证 其实我们中国人能在 加拿大这边入境的签证 就两种 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旅游签证 就我们说十年往返的旅游签 那这一种是可以转成公签的 另外一种是因为子女在这边 她帮你去申请的超级签证 你每一次可以居住的时间是两年 那这种签证呢 其实是不属于旅游签的 这是并没有办法 让你转换成公签 所以大家就要 把自己的情况知道清楚 那这边还有这个观众在问啊 需不需要去一个语言成绩 那其实我知道了解到 就是说LMI 它并不是有一个语言的要求 它是一个孤独向的一个批文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确的一个点是 对于政策的解读 其实是加拿大并不是很复杂 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 只是在我们自己解读的过程中 可能多加了或者少 少加了一些的它的条件 好像就觉得这个事情 是想象中这么简单 但是其实不是 那这边我们要继续下一个问题啊 因为前面Lisa有提到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在做旅游签转公签 这个项目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就是这个LMI批文 那这边因为我知道 今天时间也有限 因为我们讲的最重要 不是去介绍LMI这个批文 我们可以简单的请Lisa给我们介绍一下 什么是LMIA呢 对那就是说什么是LMIA 这个LMIA呢 它其实用作 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 它是叫做劳工部批文 那其实这个呢 是要 也可以叫做劳工部市场评估影响 那么其实这个呢 是由雇主去向加拿大劳工部 申请的一张批文 然后用来支持去雇佣一个 非加拿大本地居民的 这样一位海外员工 用来去做这 作为这样的一个支持的 这样一个申请 那么也就是说 可能雇主需要 由于这个职位和港业的 特殊性的要求 他在这个职位上 他要求雇佣一个特定的 本地员工 也可能是一位 一位有很多年的经验 或者是行业经验的 这样的一个人士 所以他需要雇佣这个人 他们需要向去政府 去申请这样的一个批文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LMIA批文 LMA呢 只能由雇主申请 个人是无法申请的 对 这边大家可以知道 LMIA就是我们所说的 劳动评估影响批文 那这样一个批文 其实大家都会发现 从它的字面意思 它其实不是为了移民的 它是为了劳动市场的一个需求 对 也是这一次旅游签转工签 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变化的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是想解决本地雇主的 一个劳动需求 所以大家可以其实知道 这个项目 其实它不是一个新的项目 因为我们也知道 LMIA它一直是存在 包括它一直是给海外的申请人 让他可以去拿到 工签的其中一种途径 那现在只是因为 海外的这些申请人 没有办法入境加拿大 所以让在旅游签 这些境内的申请人 有机会在境内递交申请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LMI在境外 是没有办法提交申请 这也就应对我们这边有一个客户在 那个在线的观众在问 可能这个条件都符合 申请的时间需要多久 工签取的时候是需要到边境吗 这个就是个问题 就是因为现在尽量不要让大家去边境 不要让大家从境外申请 所以这个项目是可以直接在境内 直接申请 你不需要去边境拿你的签证的 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因为这个就是在我们在实际的操作中 是最常见的 最常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是已经留在境内的申请人 那么他需要去获得这张 由LMI支持的这张工签的时候 他要怎么做 他拿的旅游签的身份的话 按照以前的政策 是不可以在境内直接申请的 我们好像说 我们知道很多的工签 可以在境内直接往生 那比如像配偶工签 比如像毕业工签 或者桥梁工签 但是封闭式的雇主支持的这种特定性的封闭式的工签 一直以来都是只能去 第一是去边境拿 第二是从境外申请 我们其实都不是很建议大家一定去边境拿 因为这个其实是有一些风险的 但是这个是我们可以 以后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扫码咨询我们 我们再可以做咨询 但是为什么说一定就是说 现在不能去边境了 就是旅行限制的原因 首先边境开放 他但是他不一定会 就算是边境开放 他也不见得会是受理 这个利米亚直接去拿工签的这样一个申请 一个请求 所以可能我们有的申请人 真的是去过去到边境最近 然后他没有拿回来这张工签 就是因为边境官觉得说 他这个是不受理的现在 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去边境拿工签 这样是会可能会无功而返的 对 其实这边我也想到一个问题 因为在整个过程中 我们都知道很多客户 包括很多学生 包括这边的申请人在咨询的时候 他们都会问一个问题 因为听说LMIA是特别难批的 我们民间好像都有这样一个传闻说 不要想了 你只要提到LMIA 基本是不能批下来 那关于这一点的话 我想问一下丽莎 LMIA能不能获批 最关键的这个点是在哪里呢 我们主要看的是几个因素 去考量这个能不能获批的一个成功率呢 对 其实来说的话呢 LMIA能不能获批 最重要的当然是看 你的雇主愿不愿意支持你 就是说这个因为完全是由雇主做出的一个行为 那么就是说雇主在百分之百支持这个申请人的情况下 这个就是首先我们申请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我们可以甚至这样说 那其次来说 对于这个申请来说 我们看的是 首先这个职位的薪资 是不是满足到这个地区的这个行业这个职位的中位数 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说它的行业要求 还有第三就是说 它的这个工作环境 公司的运营情况 市场的环境 这些我们都是要在考虑的因素 就是说 以及包括甚至说雇佣这个外籍员工 对于加安大本地市场的这个影响 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因素 那现在可能我刚才提到的这几点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空泛 那么我们就是说作为申请人来说 或者是对于雇主来说 他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应对 或者回答这些问题 在做出这个申请的时候 所以这个就是时候 就是需要我们专业人士的帮忙和辅助了 对 其实在今天讲座开始之前 差不多9点 我们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我也接到一个客户的一个电话 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在问 不光是我们拿旅游签的人 包括我们持有现在毕业工签的学生 也在问 因为由于我们移民的这个分数 水涨船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们也在问自己的雇主 是不是可以帮他们去做LMI这个批文 因为对于雇主来说 可能对于这个批文是比较陌生的 他并不清楚是什么样一个条件 或者怎么样一个需求 是不是真的能帮我们这个 就像前面丽莎有说的 能不能提供这样的一个申请条件 因为LMI这个批文是只能由雇主 去递交申请 而不是我们申请人个人 所以这一块是需要有一个衡量 和一个评估的 那这里呢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成功案例 因为最近呢可能是由于这样一个政策的影响 我们LMI批文的这个审批速度啊 变得相当之快 所以这里我可以请导播先看 把最近呢我们几个的一个 我们公司有做的LMI批文的一个成功率 这个在之后我们会给大家在那个微信上 包括公众号上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因为大家可以知道 因为LMI这个批文的这个时间 从原来我们一直可能讲 哎做四个月六个月甚至更久 变成现在有些时候 我们说一个月之内就能把LMI批文给拿到了 所以它并不是大家想的这么难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是 因为就像丽莎前面有讲到的 LMI批文看的就是雇主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符合劳动市场 现在的一个规则下面 它的一个趋势下 它是的确需要这样一个申请人 作为他的一个劳动力 去解决他自己本身用人的一个压力 其实大家有一个误区啊 很多人都在说 由于疫情啊 现在工作都不好找啊 怎么可能雇主还需要你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其实不是的 因为每一个雇主在做自己 Business在做自己的这个事业的时候 他是有自己独特的一些地方 那每一个申请人 每一个人他都是有自己独特的一面 那对于这个雇主来说 你可能就是一个唯一不可替代性 那我们要证明的就是这样一个唯一和不可替代性 那就能顺利的 当然还有一些很多一些综合的因素下 那可以顺利的把这个批文给批下来 卡森我发现你讲的非常的专业啊 因为Lisa一直跟我们有分享很多关于这些LMI批文的一些成功率 其实大家不要害怕 在遇到新政策的时候 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 如果什么事情都是我们所想的 旅游签转工签啊 很简单 拿一个雇主offer递交申请工作签证就拿到了 那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这么远的到加拿大来留学 为了拿工签了 对 对 所以其实它是有条件的 但我们也不用去特别的忧心 我们要看它里面这个条件产生的这个因素 最重要的一个衡量的点是什么 对 我们要突破的就是这样一个 它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我们所说旅游签转工签这个项目里面的LMI批文 没错 对 所以这边还有最后就是关于这一个话题 我有一个问题还是想要问一下Lisa 就是那对于这样一个政策 我知道随着疫情的现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情况 可能我们知道近期大家有看到疫情有反复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接下来如果说我们的申请人 想要通过LMI去申请到我们加拿大的工签 会变得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一些呢 这个其实真的是要看疫情的发展 还有就是包括像政府移民局 接下来对于移民政策和总体的劳工部 对于劳工市场的这样一个评估来决定 现在我们其实是不太能够清楚的确定 我们说接下来的话可能说对于我们这个审理审批来讲 是会快还是会慢 但是或者成功率怎么样 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的成功率还是都是有保证的 然后另外来说我们的时间反而是比在疫情最高峰的时候是要快的 因为我们在疫情最高峰的时候大概是从4月到6、7月这样子 我们的LMI审理是相当的慢的 然后是说大概要4个月5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那所以就是说但是反而进入到8、9月以后 我们的这个LMI获批的速度比以前大大的加快了 对 所以其实可能现在的反复呢 我们说疫情的反复是一个相对比较短暂的一个小的一个插曲 我们觉得大趋势来说的话 应该还是会尽快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也希望是真的是这样 对 其实在这个整个疫情发展过程中 因为我们多资处一直以来也有做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 其实我们公司最早的时候就是做人力资源起家的 那我们旗下呢也是有非常合作的这样一些雇主 但是其实大家要明确的一点 其实这些雇主也很想用人 他们也是面对着非常大的一个用人压力 想要找到一个这样合适的申请人其实是比较难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看是在雇主提供这些真实工作岗位的情况下 是不是能有合适的岗位 给到我们持有邮签的这样的一些申请人 可以帮助到他们如果在真实的情况下 你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拿到加拿大的工签 对于他们来说就像丽莎前面有提到 不光是可以工作 甚至你有机会可以移民加拿大 也有机会去拿到我们加拿大的这些福利 其实我们就像开玩笑的时候 虽然我们现在是持有枫叶卡 但是其实持有枫叶卡和拿到工签 拿到福利基本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很大区别 除了我们也是不能选举 也不能被选举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自己去考量一下自己的一个情况 看一下是不是需要用这样一个项目去做 去希望把旅游签变成工签 然后去进一步的在自己加拿大以后这些规划 不管是买房投资也好 还是移民生活也好 都会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就现在来讲大家非常关注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安省省提名的一个变化 那安省省提名的一个变化 其实最开始要说的就是我们现在 第一个问题我想要问一下Lisa 为什么安省的一些省提名项目会这么热门呢 热门到就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需要去抢了 因为以前我们可能听到移民的话 最多就是说得优录取啊 我们可能听到的就是说 我们就是只要达到一些规定的条件 你自然就可以申请 包括现在有一些我身边的朋友都在问 哪有这么夸张啊 哪有什么一定要抢名额啊 这都是我好像一些服务机构 去搞出来的一些噱头 那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 为什么现在我们所说的 安省省提名的一些项目这么的热门呢 是这样的 其实就可能我们对于我们居住在安省的人来讲的话呢 作为我们的安省雇主担保 或者是说安省的研究生 Master的这个项目来说 一直都是相对来说 我们觉得门槛比较低的一个项目 因为我们首先 我们的雇主担保 是不需要去有语言成绩的 不需要去考语言的 那这个对于加拿大 基本上除了安省以外 所有的其他的省的雇主担保 现在都是有语言成绩的 只有安省是一直以来没有 那其实这个的话 是作为对于我来说 很多同行经常会 经常会听到同行的吐槽 就是被诟病的一点 就是说你们安省的雇主担保 为什么不要语言成绩啊 搞得很多的申请人去问 然后所以就是说 这个这个 我们这个热门呢 那也是有原因的嘛 首先呢来说的话 它的门槛相对要求比较低 所以导致大量的申请人 会对这个项目有兴趣 那不是说 因为我们的门槛低好申请 而是说这个 跟安省本身一直以来的 传统来说的政策 也都有关系 那首先来说 大家给大家现在 简单的先介绍一下 安省的雇主担保 分成哪几类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说它分成本地留学生类 第二个是分成海外劳工类 第三个是分成紧缺工人类 第一个 这个本地留学生类来说的话呢 它相对来说 只要求在安省 是有一个毕业 然后有一个 有一个安省的教育经历 这样基本上 两年以上的大专就可以了 然后只要在毕业两年之内 有一个合适的雇主 愿意为你做这个 担保的这样一个项目 那么其实就是可以移民了 这个相对来说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要求了已经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这个项目这么受到由安省毕业的 这些学生们的欢迎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是海外劳工类 海外劳工类相对来说 它的要求也是比较简单的 只要求过去五年之内 有两年工作经验 然后再加上 它也不需要语言成绩 也对年龄其实是没有限制的 所以这个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项目 会这么抢手 一直才会造成这个抢名额 从过去到现在 这个抢名额的现象 其实也是逐渐发生的 因为越来越多的申请人 意识到了这个项目的价值 还有这个项目 为什么就是它作为一个 甚至可以说是最容易的 移民到加安大的一个项目之一了 那就是说是这样 最后一个的话呢 是紧缺行业的 这样一个海外雇主担保 这个的话呢 相对来说可能 就是针对的是一些 目前加安大一些职位 稍微的低一些的 但是是作为加安大本身来说 紧缺的一些行业 比如说是像在农场工作 或者是说卡车司机 像是这样的一些职位 但是总体来说 这三类构成了安省雇主担保的 一些三个项目 最主要的三个项目 对 对 其实大家可以知道 就像Lisa所讲的 现在最热门的几个项目 就是我们所说的 硕博项目 硕士生 博士生的项目 这个项目是因为 不需要走我们的 快速通道的一个移民系统 不需要打分 它只需要一个语言成绩 只要你毕业就可以移民 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近两年 有非常多的人 来安省这边读研究生 第二个大类呢 就是前面Lisa有介绍到的雇主担保的 这样一个大类 雇主担保当然就是我们中国的翻译了 它其实 它的字面意思是一个with job offer 这个雇主的一个资质 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的 这个又分为我们所说 最火的境内的留学生的雇主担保 和我们境外的海外人士的海外雇主担保 还有我们所Lisa前面有提到的 警缺类的一个职业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之所以很多人去走这个项目的原因 会发现 是因为他觉得 我不需要语言成绩 我只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雇主 只需要给我一个就工作的一个录取通知书 我们说job offer 我就可以移民了 那对于很多人来说 其实相当于就是没有什么要求 对 其实Lisa前面有在 说 说到我们同行 别的省的同行都有在说 为什么你们安省就不需要语言成绩 为什么搞得这么简单 那现在 事情发生变化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把时间回到9月8号 9月8号这一天 安省呢 对于 之前我们有提到的这五类项目 进行了一个 一个倡议吧 我们叫做一个倡议 一个改革 那我们先请Lisa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9月8号那一天 安省的雇主的 我们说 省提名这个项目 到底发生了哪一些的变化 对 那9月8号这一天的话呢 安省 省提名 移民厅 他对于安省的这个五类的移民项目 做了一个改革 做了一个update 这个update就是包括 涉及到的项目呢 是包括安省 硕士类 安省的 硕士和博士类这个 然后同时包括三类的雇主担保 三类的雇主担保 就是说 包括我们的海外劳工类 本地留学生类和紧缺职业类 这五类 他做出了一个改革 将现有的先到先得的方式 改为了EOI的这样的一个打分 那什么叫EOI的打分系统 我们在后面详细的介绍 那基本上来说的 这个政策也是一个 我觉得在我个人理解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大势所趋 因为在现在所有的其他省份 都已经实行了 要求雇主担保 要求语言成绩 研究生也是要看打分 这么的一个大的环境背景之下 安省做出这一步 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或早或晚 它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改革 那只是现在我们终于 就是说迎来了这一个改革 我也知道这个改革 其实是有很多方面去促动的 那么很多首先来说 当然是我们作为申请人来说 大家一直觉得说 为什么要抢名额 抢名额其实是一种 非常不公平的一个竞争的一个机制 那这个这点呢 也被反映到了 给了安省的移民厅 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时拍顾问 去有一个联名的倡议和上书 给安省移民厅 并且我知道的是有一个座谈会 大家一起去讨论了这个话题 安省是不是一定要去实行 这个先到先得 还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改革 我们去可以更好的应对 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还有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所以应于这个 基于种种的因素 和这个大环境的背景下呢 9月8号 安省就是说终于松口了 他说OK 我要进行这五类的改革 昨天9月24号下午 我们直拍移民顾问和移民律师呢 我们又有一个宣讲会 是安省移民厅 针对我们这些移民行业的从业人士呢 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宣讲会 那前一个小时的话呢 他就是分析了 2019年安省移民厅 发出的省提名项目的 这个各项目的配额和总结 然后他分析了 同时分析了 疫情对于安省移民现状的影响 以及移民厅和各个项目 如何应对这个疫情 然后同时最重要的 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这个新的EOI系统 他对这个EOI系统 做了一个概括性的一个讲解 但是他其实同样并没有 就是说公布出很多 其他更多的细节 那现在呢 我其实想说 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 为本次的这个会议的这些 我做一个概括性的总结 因为其实这边可能 才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些点 那首先来说的话呢 就是安省的雇主担保项目的审理人 就是说正在申请审理中的申请人 他如果由于疫情 而现在暂时失去了工作 你可以通知移民局 然后移民局允许这个申请人 他在90天之内 如果就是重新找到了工作 获得了雇主的这个支持 然后雇主愿意给他 新的雇主愿意给他做担保 那么他可以继续提交 这个雇主担保的移民的申请 那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 忍性化的一个措施和政策了 这是昨天的公布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点 那第二点来说的话呢 他对于安省的现有的雇主担保项目的一些政策和形式 包括怎么样去做这个登记 怎么样去做这个申请 他做了一些更新和一些一些tips 给了一些tips这样子 然后他同时呢 对于大家也很关心的一个安省的企业家的项目 他给出了一些更新和改革的方案 但是这个安省企业家项目呢 我觉得可能很多申请人也会在关心 但是我可以就是在这边给出大家根据我的经验的一个建议 就是说这个项目是真的不好做的 对于申请人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难 安省企业家这个项目 然后同时的话呢 第三个就是说他对于安省的一个新的地区试点新的项目做了一个总结 这些是对于他总体的来说 对于这个现在安省的移民现状的一个总结 那么我们接下来说 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是EOI这个系统 EOI这个系统的话呢 他用中文来说 简单来说就是你表达一个 你想要去注册的这样一个意愿的系统 就跟就像好像我们 可能大多数的申请人比较更加熟悉的 这个意义的系统是一样的 我意义的入持 入持了并不代表说我一定可以被立刻邀请到 立刻提交移民 只是表达了我对移民的一个申请和愿望 那么现在安省呢 也会给出这样一个表达愿望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一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呢 同样像EE系统类似也是有打分的 昨天的这个会议中呢 大概他就是公布了 他会考量到的一些打分的方面 这些方面是什么呢 这些方面是 他首先会集中在 劳动力市场以及就业这一上面 简单来说 我们有没有工作 有没有加拿大本地的工作 有没有过去国内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工作经验 第二就是这个申请人的教育水平 他是有大专学历 本科学历 还是说有master以上的学历 研究生以上的学历 这些是他考量的一个因素 其次的话呢 是语言 你的英语或者是法语的水平 到底是怎么样 可以在系统中达到多少分 然后他同时呢 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 是有一个地区化的影响 地区化的影响是因为 安省毕竟是就是一直以来是加安大最热门的一个省份之一 那么这个安省也是相当的大 相当大的 但是他作为大城市来讲的话呢 可能就是我们多温多或者是沃泰华等几个比较大的城市 一直以来受到移民的追捧 那么对于中小城市来说 将来如果您决定是在中小城市定居就业的话 他在这边是会有一个倾向的 这个就是地区化的意思 那还有最后一个的话呢 就是说 作为将来战略长期发展 以及就是说 他政策上的一些倾向 有这么一个战略重点的一个影响 他只是非常概括的给出了 目前给出的这五大方面来说 他会他的所有的综合的评分打分因素 会基于这五个方面 所以这是昨天我们得到的一个最有价值的一个信息 第二个 昨天我们得到的最有价值的信息呢 是新的EOI系统 他现在要经历8到10个月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更新 以及系统的一个改革 所以从技术上来讲 至少要8到10个月以后 这个新的系统才会实行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在我们的8到10个月之内 所有的项目依然会在现有的这个机制下继续进行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我们未来的8到10个月 甚至以短期来说将近一年的时间 所有的项目是不变的 就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可能在接下来一年之内 8到10个月的这个时间 大家还是需要抢名额的 对 就这个抢名额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并不会因为我们8到10个月的这个时间 就我们说可能要EOI系统了 就不会再发生了 大家要做好准备 这一点其实丽莎讲的很重要一点 这边其实大家知道 因为是9月24号 昨天下午的时候 是只针对于移民律师和移民顾问 开的这样的一个 像一个宣讲会的这样一个形式 跟大家最 及时的更新了 现在安省的这样一个情况 告诉大家 现在EOI这个系统 现在是怎样一个 怎么一个趋势 包括我知道昨天还去 总结了一下 2019年整个安省提名的一个情况 对 包括了一些 有一些具体的 有多少人受到了什么项目的邀请 其实关于这一点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问我们 我们可以跟大家更新一下 你现在处于一个什么 一个状态 对 但是其实问题的这个点 其实前面丽莎有提到 大家可能都这个点抓在 我们要换政策 我们很害怕 以前我们还能靠运气 现在我们只能靠什么 靠实力 对 但是 其实这一点 对于我个人来讲 我如果说是一个申请人的话 我反而是高兴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如果他明明白白告诉你 你的年龄 你的语言成绩 你的工作经验 你的像教育背景 包括你这边的一个雇主的信息 成为一个打分项目的话 那我就可以结合自己的一个情况 结合我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去进行这样一个项目的规划 它会让这样一个项目更有规划性 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 其实我们在讲前面旅游签转公签的时候 其实也有提到 大家有发现一点 加拿大的移民一个大趋势 是根据什么呢 根据他的劳动市场 我们为什么说雇主担保这个项目最火 因为他是来解决雇主的用人需求的 他并没有对申请人多加要求 就像我们说 国外的人不管年龄 不管学历 不管语言成绩 三个不管 你就移民加拿大了 这边的申请人 只要两年专科毕业 不管工作经验 不管语言成绩 也移民了 相当于任何一个人 没有年龄限制 研究生也是 研究生也是 对没有年龄限制 只要雅四四个六 因为我相信研究生毕业的人 雅四四个六 他不是一个问题 那这就成为了 现在很多人蜂拥而至 他并没有一个好的筛选机制 并没有真正的 从根本问题上去解决 安省的劳动 这些我们说劳动市场的一个用人难 或者是难用人 这样两个问题 所以就这样一个新的系统 EUI系统一个出现 我觉得反而是让我们 整一个行业来说 包括一些申请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你不用再焦虑的 等着什么时候开 什么时候需要去抢 能不能抢到 你只要自己做到 我们给你安排的规划 告诉你怎么样去做 怎么样能拿到这个分 怎么样根据 现在新的系统的一个变化 第一批 甚至说 现在就开始准备好 我们去应对好 这个系统的变化 对 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 申请人需要做的一个事情 这在我们之后 讲规划那一块的话 我们会更多的 跟大家再去介绍 那接下来我有个问题 2020年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已经是9月25日了 现在是多伦多时间 9月25日的早上 那还剩下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说三个多月的时间 还有多少名额呢 丽莎 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相信是 现在所有正在观看直播的 这些朋友们 还有我们作为 所有和这个利益 和这个 就是和这个program 利益的相关者 大家都会最关心的 这个话题 今年到底还剩下多少名额 今年还会不会再次开放 像这个问题呢 首先配额上来讲的话 是7350 这个是安省已经公布的 7350个名额 那么他昨天也公布了 作为7月8月 最近的两次开放 部署担保开放以后呢 他每次都有多少的注册 可是他并没有公布说 到现在余下的 还有多少名额 之前年终有公布一次 但是作为现在来说的 参考役其实不大 那么我们昨天也问了这个问题 作为2020年 还会不会再次开放 当然移民作为回答 这个村长会的移民官 和政策制定者来说 他们并没有正面的 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2020年的 安省的研究生 会不会开放 如果我其实有一个预测 就是说我认为 作为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认为如果今年 会再次开放的话 应该是会开放研究生 但是昨天并没有 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 那大家可以敬请关注 或者敬请留意一下 今年还是有机会的研究生 那会不会有提前的通知 或者预告要开放 昨天有同事去问了这个问题 我们得到的回答是不会 基本上他的理解 就是可以理解为不会 是会突然开的那种 不是会提前预告大家 我要开放了 大家可以准备 所以是会提前开放的 不是 是会提前 对不起 是会提前 不会提前通知的这种 所以这些我觉得 大家都是昨天 我们得到的一个 非常有用的一个信息 对 所以就是说 那具体来说的话 今年什么时候开放 会不会开放 开放什么项目 移民官的官方的答案 就是说要根据项目的 审理的进度 才能决定 各个项目的总的一个 考虑到各个项目 总的一个分配的名额 和情况才能决定 甚至包括说 安省会不会能不能拿到 联邦更多的移民的名额 来决定 所以大家都可以敬请关注 就是这样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个预测 对 其实历史有一点讲的非常好 大家可以知道 因为新的EOI的系统 安省其实这边 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因为它会花很多的时间 去做这个系统 它有IT的部门 去建立这个新的系统 一个评分机制 怎么样 包括页面也好 其实大家要知道 加拿大很多事情 是非常慢的 所以它说八到十个月 我个人会觉得 甚至是一年以后 所以在这一年期间 会不会有研究生项目 会不会有大家最关注的 海外雇主担保 境内雇主担保 这样的一个项目的开放 大家一定要关注好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不管它会不会开 你一定要先有这样的一个雇主资源 甚至你如果在境内的话 一定要先工作 因为即使在EOI系统上线的话 你的工作经验 也会成为你的一个加分项 所以大家并不会去害怕 因为它现在并没有告诉你 现在这个系统 我们开放之后 我们项目就没有了 我们要另外一种形式来筛选申请人 并没有 它是基于这几个项目的 基本申请条件下 多出来的一个评分系统 所以基本项目的政策变化 是不会有的 但是它的一个筛选机制 是在变化中 所以这一点是 可能大家要去理解的一个问题 这边我看到在讨论区 有一个观众在问一个问题 就是今年海外雇主担保 能不能开放 还有多少名额 能有几次 其实这边我前面也回答大家 其实我觉得应该会开放的一次到两次 在EOI系统上线之前 对 这边还有另外一个讨论区的问题 是关于现在会不会因为疫情 移民局对于在海外的 对来自海外的公签的申请拒签率会变高 那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前面历史还有讲到 因为现在因为是境内的话 当然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出台 是希望大家可以进化拿到公签 但海外的话 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的一个情况 因为你如果做公签申请的话 一定是要通过LMA的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你在海外都能把LMA做下来 我相信公签还是有机会可以拿到 对对对 或者是就是补充一点 除了LMA 或者是您是有LMA豁免的情况 但是这个豁免一般来说是基于国际协议 或者是一些大公司的派遣规定 我们有一个LMA豁免的情况去申请公签 但是这个这一类的申请人 基本上来说可以是非常非常的少 非常非常的少 如果您恰好是符合这一类的情况的话呢 那我觉得您也可以 就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单独的咨询 对 其实这边我们还准备了有一个问题 因为大家很多人会把 也要审提名和我们的快速通道 就是我们的Express Entry EE系统 我们说的EE 进行一个混淆 那现在又新出一个EOI 那我相信很多申请人这个混淆 就是更是一团浆糊了 那我现在就想请Lisa 就通过你这个专业的角度帮我们解释一下 那EOI和EE有区别吗 我觉得首先大家这样可以这样理解 EOI和EE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 他们从打分上 从给各个方面评分这一点来看 他们的打分要素是很像的 但是其实就是是两个完全独立的系统 大家可以把它们完全分开来看 那申请人的 就是EE来说的话呢 就是申请人会得到根据各方面的情况 在EE中得到一个分数 那么EOI同样 它根据申请人的各项打分要素 会在这个系统中得到一个分数 根据分数呢 然后安省移民厅会对潜在的申请人进行选择 并发出一个申请的邀请 如果申请人接受了这个申请邀请的话 接下来可以递交他的申请 安省进行正常的审理 申请到之后呢 他会发放一个用来用作 永久居民申请的这样的一份提名 这个提名呢 就是基本上是说是加600分 可以为您在一亿中加600分 但是我们又回来 EE和EOI是不是一样的 它们不一样 它们是两个完全独立的系统 相同点是它们的打分要素很像 但是不同点是它们的分数要求 还有分值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说EOI的打分系统满分是多少 安省的满分系统 打分满分系统 我们现在是不知道的 它是像比如说EE是1200分的满分 但是安省的EOI现在没有公布 所以我们也不好 就是随便的去预测了 但是它可以 昨天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 就是通过昨天的会议 其实我们确定到的一点是 其实有的申请人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作为可能说年龄大 或者是语言相对比较差 但是我是做这个stream的 做这个项目的 我是不是要去和比如说 那些年轻的英语比较好的 master的申请人 放在一个EOI里面去比较呢 那其实大家这个不用担心 昨天的官员很明确的说了一点 这个EOI是会分成不同的stream的 不同的项目的 您只会和您所在的这个stream里的 其他的申请人进行比较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可以澄清的一点 对 其实大家听到Lisa讲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EE针对的就是联邦申请人 你只要被EE邀请到之后 你直接就是申请加拿大封业卡了 但是EOI邀请的是 省提名的申请人 你即使被邀请到 你要通过省提名的省批 拿到省提名的批文 才有这个资格去向联邦 申请你的加拿大封业卡 所以相当于一个是大的池子 一个是小的池子 它是完全两件不同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做自己的事件分析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如果在大的池子里面能被邀请 你就肯定没有必要去进这个小的池子 那只有在大的池子 我们说意义的分数太高 我可能我的语言 我的年龄不可能达到现在400期 甚至现在以后可能更高的 这样一个分数要求 我才会去考虑通过小的池子 走EOI进行打分 被安省邀请到 进行安省省提名的批文的申请 拿到批文申请之后 我们再去申请加拿大的封业卡 它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一点 其实对于我们整一个申请人来说 他有EOI这个系统 对于我们有一些特别的人群 反而是竞争少了 机会变多了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比较要突出的一个点 希望大家要把焦虑给放下来 因为事物总是在变化过程中的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所以我们要的事情就是说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正确的规划 这才能在你移民的整个路上 我们有更快的时间 用更好的一个方式 选择一个正确的项目 拿到加拿大的封业卡 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考虑 我可能什么项目都可以做 但是哪一个是最适合你的 哪一个可能是变化性 也是最小的 容错率也是最高的 那对于你来说 可能才是最合适的 那这边因为 我们好不容易把Lisa 请到我们的现场来 所以我也有几个问题 是关于规划性的这些问题 想要问一下Lisa 因为我们都知道 虽然很多我们说PMP项目 对 这边我额外要跟大家提一下 最近我们有连续的几个 PMP或P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成功案例在 所以大家我们之后 也会在公众号上 把我们和Limia的一些成功案例 统一的给大家分享给大家 其实现在整个移民当下的情况 在本地的 我们说加拿大境内的这些申请人 其实审批还是非常顺利的 因为加拿大移民局还是在工作的 反而我们这边额外提一句 就我们说有一些公签的形式 甚至两周到三周的时间 我们公签就批下来 我们说学签 公签现在可能比较久 就我们说境内学签 可能两到三周就批下来了 所以这里也是希望 我们整一个所有的申请人状态 要把这个心态调整好 有问题我们要把问题 交给专业的一个顾问 我们前面也看到讨论器有人在问 屏幕左下角扫二维码 就会有我们的在线 我们有可以在线咨询的一个机会 Lisa 现在我们就要讲一下规划了 我们就会发现 安省雇主担保也好 LMIA也好 其实我们要解决的 就是一个劳动市场的一个用人男 那讲到劳动市场 不得不就提到就是我们的雇主 那对于这些雇主 在怎么样挑选申请人 包括移民局 怎么样去认可 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雇主到底是在移民的 这个整个样一个过程中 它起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其实我觉得 这个问题来说的话 雇主可以 我们把它看作为一个平台 我们申请人要借助着这个平台 才可以就是说 拿到我们想要的 可能我们的作为申请人来讲 我们的目的是 拿到这个云旧居民的身份 将来为您 不管是留在加拿大 或者是回国 或者是在 或者是在哪边创业 或者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规划考虑 我们的目的是拿到移民 但是 加拿大的雇主来说的话 我觉得可以把它看作为一个平台吧 就是它是您这个作为移民路上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平台 这样子 对 其实这边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大家要知道的是 不是所有的雇主 我们都能做ALMIA 也不是所有的雇主 我们都能做安省雇主担保 我们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在自己一个 基于真实工作的一个情况下 要去找到一个雇主是符合资质的 而且和你的这个匹配度 适应度是非常高的 这样才能在合适的政策条件下去拿到这样的一个申请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想要移民加拿大的申请人的这个规划中 我们都会提到一个意见 就是要做一个量身定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划 根据你的情况 不管是你的雇主也好 还是说就是你通过真实应聘在国外投简历 然后找到这样的一个雇主资源 能不能给你找到这样的一个合适的雇主 你的雇主到底合适不合适去办移民 这是需要专业人士帮你去做评估的 它并不是你所想象的 只要递交就能批 其实很多申请人 他可能就把问题想的会比较简单一些 就觉得我只要申请就能批 只要按照我们的Document list 只有我们说门件清单 交门件就行了 其实不是 它是一个在叙述的能力 我们在讲的一个移民过程中 最重要的就是把怎么样真实的这个事件 基于真实的这个情况 用更好的表达方式 呈现在移民官面前 这样的话就能大大的提高你移民的一个申请的一个成功率 其实这边还是额外要给大家提一句 因为多资处是一个一站式的平台 不光是之前我们有提到的 你在本地的事 就是拿到工签之后 你可以买房 你可以买保险 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顾问 可以给大家提供 大家在疫情期间 任何关于保险啊 金融啊 医疗各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扫我们的二维码 进行一个咨询 包括现在可能9月27号 会有新的一个福利政策的一个上台 我这边也给大家打一个小广告 我们有福利部门 我们公司的福利部门已经做了非常多年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一块还是不了解的话 包括我们报税 每一年的报税 我们都会有给大家非常好的一个规划 那讲到移民这一块 其实多资处长年以来 我们和很多雇主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 那我们呢也是希望这些雇主能通过真实的情况 找到合适的申请人 那如果他们在符合真实的这个工作情况下的 这个大前提下 能够顺利又通过我们合适的政策移民加拿大 那再好不过了 也是希望大家通过这样一个平台 能够真的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安居乐业 这也是我们把这个整个平台做成一个平台化 把项目做得非常的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原因 我们在这个里面